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敬请您点赞订阅分享我们 谢谢您的收看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大盘告急 李克强突然急招10万人开会 上海隔离区外右线感染者 数百万人仍遭封锁 路透社揭露中国 谋太平洋岛国警务安全合作 不敢买房不敢炒股 中国储蓄暴增直逼110兆元 中国补贴客运航班后 机票突然暴涨引发民怨 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鲁明被免 副市长王洪辞任 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中国经济大盘告急 李克强急招10万人开会 中国经济堪忧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紧急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 汉有召集了省市县级全体约10万干部参与 引发各方关注 据自由亚洲报道 李克强开始时列举了多项数据 证明现在的情况比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时 还要恶劣 三月份以来特别是四月份经济指标明显下滑 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只有三月份同比增长53% 实际上已经放缓了转为下降2.9% 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了6.1% 降服比三月份扩大了5.2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11.1% 两位数的下降不仅比三月份扩大了7.6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增速比三月份回落了11个百分点 全社会用电量由三月份增长3.5% 转为下降了1.2% 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2020年3月以来最高 李克强强调经济已恶劣到严重冲击中央财政收入 四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下降了5.9% 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下降更快 下降了6.6% 特别是长三角地区 这些地方都是对中央收入净贡献的 最大的降幅为32% 小的也是在超过了全国的平均降幅 再加上上海交通停运 关税收入大跌 这都严重影响了政府总体税收来源 李克强透露 已有多个省份要求批准紧急发债 已渡过难关 但他表示 所以我这里也给大家报个底仗 除非再有特大的自然灾害 还有一笔总预备费 其他的钱就靠你们地方 另外 李克强还提出这样的警告 现在 我国经济有滑出合理区间的危险 我多次在会议上讲过 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 一旦运行滑出合理区间 要想再拉回来 不付出巨大代价和更长时间 是很难做到的 如果经济滑出合理区间 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各种风险隐患 也会集中暴露 李克强还强调 下半年将召开中共二十大 因此稳经济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根据中国自媒体的报道 当天会议传达的关键信息包括 一大型煤矿快速恢复生产 简化审批手续 二要重视粮食安全 猪价回升的影响 三三万亿减税降费 退税暂缓社保等等 四财政杂锅卖铁保证就业 五水电投资增加三成 六再开工一批能源项目 核电水电特高压 大型风光基地煤电等 对于中共紧急召开 如此规模的稳大盘经济会议 外界纷纷表示 这显示中国的经济大盘出了大问题 好我们来看上海方面的情况 上海隔离区外又陷感染者 数百万人仍遭封锁 6月1号能恢复正常吗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24号通报新增639例新冠本土病例 仍以上海最多北京居次 北京海淀区社区 一日前连续出现19起病例 1800人送集中隔离 上海预计6月1号全面恢复实体商业活动 但是南华早报指出 目前仍有数百万居民仍遭封锁 中国通报新增本土确诊141例 无症状感染498例 北京通报总计仅新增48例 但是仍有三例社区病例 市政府指出 当前该市疫情防控仍处于胶着状态 要求始终坚持严防死守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23号在北京视察 指示加速落实疫调转运隔离等各项防控措施 以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海淀友谊社区因连续检验出19名娘性反应 与多个家庭的聚会群聚娱乐活动有关 当局23号将社区1800人全部送去集中隔离7天 海淀区常委萧丹表示 要加强风控管控区管理 严格执行居家隔离足不出户 目前全市16区中有11区被要求居家办公 上海则新增确诊病例58例 无症状感染者422例 共480例 另外新增一例死亡 累计586人病故 隔离区之外又新增了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相关小区已经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上海随着疫情持续降温正在逐步解封 定于6月1号完全恢复正常 包括超市购物中心等全面恢复实体营业 但仍有人流量不可超过总承载总量的75% 且需限时有效核酸阴性证明等限制 不过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人口2400多万的上海有将近85% 也计2100万居民 现在处于连续14天无新增阳性病例的低风险区 其他仍有数百万人受到严格封锁 一些基层官员为了巩固防疫成效 自行下令理论上解封的居民继续待在家中 又掀起了民怨 自由亚洲报道 部分社区办解封 允许每户一人外出购物4小时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路透社文件揭示中国寻求太平洋岛国警务安全合作 据路透社看到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戴维帕诺埃洛写给21位太平洋地区领导人的一封信中 帕诺埃洛表示 他的国家将争辩说预先确定的联合公报应该被拒绝 因为他担心这可能引发一场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新冷战 根据路透社今天的报道称 中国外长王毅将于5月26号到6月4号 访问8个与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 王毅应于周四抵达所罗门群岛 进华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新西兰表示关切 但该国最近与中国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 西方这些国家担心这会扰乱地区安全 并让中国在太平洋获得军事立足点 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称该协议侧重于国内治安 西方国家的批评是干涉所罗门群岛的主权决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北京举行的例行媒体吹风会上 被要求对这封信作出回应 他说对此并不知情 并补充说中国和南太平洋国家 是相互尊重的好朋友和好伙伴 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他说我完全不同意中国与南太岛国合作 将引发新冷战的说法 路透社说 王毅此次访问将巩固政治互信 拓展务实合作 深化人文交流 共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太平洋 岛国命运共同体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 与美国签署了房屋协议 并与中国签署了经济合作协议 但拒绝就这封信 向路透社发表评论 但一项涵盖中国与太平洋 岛国之间的安全和贸易区域性协议 将代表北京将重点从双边关系 转向在多边基础上 与太平洋地区打交道 并可能增加华盛顿及其盟友的担忧 中方在斐济会晤前 分发了中国太平洋岛国 共同发展愿景文件草案 即一份五年行动计划 声明称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 将加强在传统和非传统 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文件草案称 中方将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 为太平洋岛国举办中高级警务培训 该行动计划概述了 2022年关于执法能力和警察合作 以及中国提供法医实验室的部长级对话 公报草案还承诺在数据网络 网络安全智能海关系统 以及太平洋岛国在技术进步 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 采取平衡的方式进行合作 公报还提出建立中国太平洋岛国 自由贸易区 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健康问题 帕努埃洛在给其他领导人的信中说 公报将把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 拉进北京的轨道 本质上将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 都与他们联系在一起 帕努埃洛强调了随着美国和中国 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升级 陷入冲突的风险 帕努埃洛说 然而中国控制我们的通信基础设施 我们的海洋领土和其中的资源 以及我们的安全空间 除了对我们的主权产生影响外 其实际影响是 它增加了中国与澳大利亚 日本美国和新西兰发生冲突的机会 他补充说 中国提供的海关系统将导致 对居住进出我们岛屿的人 进行生物数据收集和大规模监视 他还批评澳大利亚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缺乏行动 澳大利亚新任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本周承诺增加对太平洋岛国的气候融资 称气候变化是双方面临的 主要经济和安全挑战 当被问及录透社的报道时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说 中国已经表明了其意图 他说澳大利亚新政府的意图也是如此 我们希望帮助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 太平洋大家庭 我们希望为太平洋带来新的能源 和更多的资源 周四前往斐济访问的澳大利亚新外长承诺 将增加太平洋岛国公民工作 和移民澳大利亚的机会 好继续下面的报道 不敢买房不敢炒股 中国储蓄暴增直逼110兆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对于中国普通家庭而言 几十年来让财富增值 保证未来财务稳定的最可靠方式 就是把大部分资金投入房地产 把剩下的钱投到股市里去 现在即使那些有钱人也坚守现金为王 在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经济之际 绝不冒险 中国房价自去年9月以来持续走低 股市和共同基金眼下也不是好去处 国际市场无门可落 加密货币被判非法 取而代之的是 越来越得的钱闲置在储蓄账户之中 尽管基准存款利率保持在纪录低点 上海一位银行主管Harry Kong表示 他去年从股市赚的钱都已经赔掉 他说自己现在对炒股的看法 是20年来最悲观的一次 今年我能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待着 把钱存入大银行 不管存款利率多低 至少是安全的 由于新冠疫情 袭扰中国各大城市 一时看不到尽头 中国人现在面临最为困难和不确定的环境 难以规划未来 一些分析师预测 中国经济今年将成长4%以上 而彭博经济学家预测仅能成长2% 远低于政府设定的5.5%左右的目标 中国股市处于熊市之中 基准股票指数 护身300指数 今年至今下跌了18% 严格的清零抗议政策和对民营企业的整顿 都打击了投资人的信心 龙舟精讯驻北京经济学家何伟表示 不管你是高净职人士还是普通人 把钱投出去让财富成长的黄金时代 都已经过去了 现年45岁的上海居民CloudIn说 没有其他投资可选 我别无选择只能坐等 CloudIn的鱼财中有90%投在房地产 其余的买了股票 尽管房地产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他说他暂时不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到股票上 他认为这两种选择都容易受到 政府政策调整的影响 这种情绪使得中国银行业的储蓄存款 在4月底达到了109.2兆元人民币 储蓄存款在今年前4个月成长了7% 而去年同期增幅为5.5% 而中国的储蓄率原本就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补贴客运航班后机票突然暴涨引发民怨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民航业者因新冠疫情陷入巨额亏损 当局近日祭出为期两个月的客运航班现金补贴政策后 原本打折到建股的机票价格顿时暴涨 热门航线甚至翻了数倍 反而引发民怨抨击政策离谱 据中国媒体报道 新冠疫情重创中国民航业 2021年国航、南航、东航等中国前三大航空公司 合计亏损人民币410亿元 步入今年中国航班数量较往年更加低迷 尤其是3月中旬以来 每天直飞在5000班次以下 相比疫情前的2019年 全年日均在12000班次以上 因为4月民航业出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 中国民航局5月16号组织国内航空公司 召开视讯会议 部署国内客运航班专项资金支持政策 据报道 中国民航局尚未对外披露补贴政策内容 但多个消息来源显示 当局计划从5月21号到7月20号 每天对4500个国内客运航班进行现金补贴 最高补贴不超过每小时2.45万元 补贴总额超过130亿元 但对于载客率超过75%的航线 不予补贴 中国民航局本域借补贴业者 保障每天至少有4500个航班运行 不料政策实施之后 机票价格顿时飞涨 一夜之间机票飞涨从300到1000 机票价格涨这么多 劝退了 机票这么贵快回不起家了 消费者在网络社群对机票暴涨发出哀嚎 中国多个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清明假期经济仓平均价格比去年下降了2至4成 为三年最低价格 随后的5亿小长假 尽管部分航线出现上涨 但仍低于去年同期 可是平台数据显示 5月14号到5月20号 单程机票不含税均价为603元 5月21号到5月27号 单程机票不含税均价为763元 瞬间上涨了近三成 许多消费者发文抱怨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 甚至翻了数倍 在网络社交媒体上 网友们纷纷发文吐槽民航局的政策离谱 不但造成机票价格飞涨 民航业者还动辄取消航班 报道引述一名航空公司市场部人士表示 最近机票普涨主要是由于 民航局补贴限制了航班数量 导致很多航线减班运力减少 相应的就把票价调高 报道指出相比4月的航空市场低迷 5月以来的航空市场需求一直在恢复当中 各家航班量也在逐步增加 如果之后的市场继续向好 从5月21号开始执行的 平均每天4500班 相当于进行了控总量 部分航司原本要恢复的更多航班将无法增加 供不应求下 机票价格就会提高 有旅游业者反映 机票价格上涨 会抑制消费者的出行意愿 若要拯救本来就低迷的国内旅游业 这也需要政策制定者多多考虑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鲁明被免职副市长王洪辞任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中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今天25号决定 免去于鲁明的北京市卫健委主任职务 同时接受王洪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 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做出以上决定 此前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 于鲁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 今年61岁的于鲁明在1983年12月参加工作 北京医学院分院精神卫生专业大学毕业 主任医师 现任13届全国政协委员 于鲁明曾任北京市大兴县卫生局副局长 精神病医院院长大兴县卫生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精神病医院院长大兴县政协副主席 大兴区卫生局党委副书记局长 大兴区副局长等职 另外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还决定 接受王红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并报北京市民代表大会备案 公开资料显示 今年60岁的王红于1986年8月参加工作 现任13届全国政协常委 民革中央副主席 王红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 检查二处助理调研员 非贸易外汇管理处副处长 经常项目管理司综合处副处长 综合处处长 业务监管处处长 北京市市井山区副局长 市金融局局长等职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赞 进视频